这是垂肆挣扎 林瑞阳张廷公司已被认定为产销 还受到了处罚 被依法没收违法所得1927.99万元 并罚款170万元 公司名下的96套房屋也被查封 价值约17亿元 可5月24日 据媒体报道 他们决心追悔此前被法院 冻结的20亿元人民币的财产 还找好了律师起诉史家庄时间局 相关的朋友圈截图也被公开 律师发文说 自己受到了张廷夫妇的委托 林认为冻结张廷20亿财产的财亭 是一地鸡毛 而夫妻俩之所以会做这样的决定 据台媒透露 是因为两人的财务已经吃紧 为了维持公司的正常运营 才打算要回那几钱 消息传出后 不少我要开始抨击张廷林瑞阳 她做错事了也不知道悔改 还要挣扎一番 你们知道我有多努力吗 一年365天 我工作356天 我每天都很累 每个人都有家庭 我要有家庭 我也不容易 我都没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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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没有用